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薩爾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初始空島的第三技能 通天術的神廟位置及攻略 這座神廟名叫古塔恩八旗神廟 地點在座標0708-1383-1584 神廟開啟的條件是當救急手能力獲得之後 這一個神廟就會出現在地圖上 這座神廟有三個關卡 兩個寶箱 首先進入神廟後會看到 正面有兩塊突出的牆壁 在左邊使用通天術上去之後 可以拿到寶箱之後就跳下來 往右邊突出的牆下面使用通天術 上到第二層後會有一隻怪 解決之後先不要急著去解關卡 在右手邊有兩塊木板 打破之後可以使用通天術取得第二個寶箱 再來就是把綁住石板的繩子切斷 板子掉下來之後在下方使用通天術 最後一個關卡就是有一個移動的石板 開啟通天術看準時機按下A 使用升上去之後 再次看準時機瞄準上方的天花板 這樣就可以順利過關了 好的 以上就是神廟的解疑方法之一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超有創意的解法 炸達最善就是有1萬種解法 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 可能請大家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